上海迪士尼乐园 在当初开园的时候 曾经订下300多块钱的门票 一下子很多人都说 订高了贵了 结果没成想 人家开园五年 今年已经丢五个年头了 人人都想去 除了疫情期间没有什么人去 平时都是挤破头 大家都喜欢迪士尼乐园 所以赚得盆满钵满 刚刚进入暑期黄金的赚钱时期 迪士尼乐园趁着这股劲 宣布涨价 涨价了 那这个涨价会从明年的1月9号开始执行 所以在今年呢 还是按原来的价位继续 但明年最高的票价要涨到多少 涨到将近800块了 这个票价确实是 这叫高峰高峰日 大家都想去的日子 就高峰日 我呢 之前是用这个单位的搞活动 去参去迪士尼玩了一趟 然后自费又玩了一趟 一共两趟 但是我迪士尼那边呢 我跑了大概不下十趟 其他趟呢 都是去要么去这个奥特莱斯 要么去迪士尼小镇 反正就就是不花门票的那种 因为里面的东西玩过了 是吧 但是确实小朋友仍然经常喊着要去 我们家楼下的小朋友 也穿着这个阿尔萨的衣服 一直念念不忘 有那么一次迪士尼的经历 所以迪士尼确实是一个很有魔力的地方 Magic 让魔幻产生的地方 所以上海迪士尼乐园能够很有底气的 提前半年告知您 我们要涨价了 所以暑期有空 有时间 有钱 赶紧去迪士尼乐园玩一趟 但是将来票价越来越高 这也是不真的事实 毕竟迪士尼乐园的魔力 在于小朋友和大人都想进去玩一趟 欢迎你到迪士尼乐园来 随时 他们已经迪士尼乐园了 他们都把我们看见了 大家 grandfather 已计 Spencer 确福